两块评一起评一起 大家好我是浩阳 据台媒报道 日本赠送给台湾地区的 124万剂阿兹利康疫苗 前天台湾开放高龄者接种 接种对象包含75岁以上的老人 截至16号晚8点 全台已传出11起老年人 于接种后死亡的案例 看到这条令人心情沉痛的消息 我们希望民进党当局 尽快调查原因并采取措施 保障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首先阿斯利康疫苗 是一款副作用大风险很高的疫苗 尤其因为可能产生血栓等 严重后遗症 已经被多个国家停止接种 包括法国 德国 比利时 丹麦 瑞典 加拿大 荷兰等多个国家 都不建议为65岁以上人群 接种阿斯利康公司生产的 新冠肺炎疫苗 其次老年人打疫苗 本来就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 疫情指挥中心应该非常慎重 高龄者大多都患有慢性病 身体机能也经不起风吹草动 因此在接种前 要进行基础病甄别的风险评估 不能瞎打 最后中国大陆的疾控中心 暂不建议新冠确诊患者 和无症状感染者 接种新冠疫苗 台湾没有普筛 如果不能确认自己 是否是无症状感染者的民众 在接种时候也要慎重 以上很多都是世界各国 在实践中证明有效的经验 正如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昨日所说的 事实证明 大陆一系列防疫措施和做法 是有效的 是科学专业严谨的 也是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 国台办也曾多次表态 大陆愿意向台湾提供协助 迅速做出安排 包括供应大陆疫苗 分享抗疫经验 提供防疫咨询等 希望民进党当局 以人民健康安全为重 不能因为要操作逢中必反 就对这些视而不见 视而不用 这绝对不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 也绝非台湾同胞之福 主持人 監优 行 ang 着